二七做的服務一直都還蠻全面的 就是我們從一般平面視覺的規劃 品牌的包裝一路到動態設計 這也是我們公司一個比較大的設計 當然我們的名字跟全面這件事情也有點關係 就是兩七嘛二七我們講 它就像是一個跨領域從海到路 那當然它跟我自己也有一點點的關係 因為畢竟是自己搬的公司 所以我自己是選了我自己的生日錄的日期號碼二十七 我自己主要負責工作現在多數都是導演 導演他的工作還蠻複雜的 他除了有一半是在創作在發想這個創意之外 他其實有另外一半更大的工作在溝通 所以我多數的時間都在專業中 就是在各個層面去溝通 最近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 近期一年大概應該是金曲獎吧 我們去年統籌金曲獎的第三十一屆的這個典禮的視覺 它其實內容包含了非常非常錯綜複雜的這個團隊的合作 還有許多許多許多 真的是許多許多許多的製作項目 00歲加起來了70到100段左右的影片 你必須在三個月的時間裡面完成 當下典禮結束 然後跟夥伴們走出那個北流的場地的時候 心裡還是一陣雞皮疙瘩 就是覺得 哇我們真的完成這件事情了 就會有一點不可思議的感覺 累積創作上應該具備的這個態度 第一個是在維持作品的值上的追求 就必須在自己能控制和能達到的範圍盡可能的 讓它完整 那我講的是完整不是漂亮 是因為你有完整解決到 它本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一個點就是 追求穩定性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做一支很厲害的 代表你有這個技術 做很多支很厲害的 代表你真的加以它 另外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維持這個可變性和多變性 任何一個來找我們的客戶 我們都可以為他找到最適合呈現他的樣子 做動畫這件事情還蠻失效的 所以在筆電上 如果就我自己的職業特性 我是平常就像剛剛說的 導演他最大量的其實在溝通和提案這件事情上 你有時候要去跑現場 要去做一些測試 或是臨時有可能要蹲在路邊算土 所以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它一定要好帶 不是說盡可能的輕薄而已 你必須能夠隨時的具備基礎的效能 能夠我收到任何的檔案打開來 我要可以很順暢地去觀看它 很長我自己工作很長是在看進度 在看一些細節 所以呢在畫面上的呈現的準確度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像這樣創作型的筆電 甚至有為了這個我們常製作的一些軟體做優化 都是還蠻方便的特色 在一家這一系列的創作的筆電上面 在效能跟工作執行上 還有便系性上 我覺得算是取得一個還蠻好的平衡 幾乎所有的平面設計 我們講用Illustrate 用Photoshop 真的是游刃有餘 我覺得甚至是浪費的 就是 但我們動畫的創作它不只平面的設計 那還有很多動態製作軟體 像是C4D 像是After Effects 或是Premium 不只游刃有餘 我覺得甚至是 你把它當作一台幾乎是正式的這個工作站來用 都算是非常充裕的 它的這個Io的部分給的還蠻充足的 那這個充足不是說很多而已 而是它給的有一些規格其實蠻好的 我覺得它很貼心的附了那個Sunderbolt 最新的4 加上還有那個Display Port 像我們可能有些坐墊會是使用Mac 那在銜接上幾乎是 沒什麼難度 這款的Intel 它本身10Mac 它Boost上去的那個速度 其實算是數一數二快了 那不管是在預覽的記憶體寬度 還有它CPU的演算上 我覺得都還蠻全民的 那Premium也不用說 它就是完全看CPU一款程式 那它看來是多核心的處理 和顯卡的效能 那30系列不用講 它多核心核心數 筆電量塞個8核心也是蠻不簡單的 而且整核心來說 不管是在特效放比較多的時候 還是內容量比較複雜 Resolution比較高的時候 速度的平衡幾乎是沒快的顧得到 所以就還蠻驚訝 就說它幾乎是工作戰的效能 應該說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塊已經不一樣 這塊面板它看起來真的很細緻很細緻 第一個是它雖然是15吋的這個尺寸 但它也是塞了4K Result 選進去 很多時候我們最怕就是 我們這邊做一做 然後Output的時候 哇有一些細節的丟失 然後它要去追那些細節回來 光是4K這一點 我覺得就是還蠻大的一個改變 螢幕吸制度也很棒 出場的時候它做過雙認證的這個角色 這也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有點螢幕潔癖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公司全部都同一塊 就是為了讓它色片盡量的少 就是為了大家在看螢幕的時候 不要的是我說的藍色是你說的紫色這件事情 我覺得算是小小的但是很重要的措施 另外OLED它之所以討喜 我覺得對影像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它的灰階 像光影的細節 我們一般在做這個設計上 灰階的處理 能不能顯示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因為沒有好的灰階去顯示它的話 你這邊修完了 換到下一台螢幕 如果對比度高一點或低一點 哇那就差超多 相對來說把灰階顧好就很重要 那把灰階顧好的前提是你要看得到灰階 所以OLED在它黑跟灰的過度上 尤其是這樣的面板登記 我覺得相對是執行上是蠻讓我們放心的 設計師用筆電來說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超膚淺的 低眼睛看來還是外觀 現在市面上多數在講效能好的筆電 通常會做電競化的處理 對但電競化處理有時候可能稍微複雜一點 所以有時候像我們之前也在看一些PC 就會覺得這個好像有點帶出去開會 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AERO在這系列設計的外觀處理上 我覺得都還蠻簡戀的 就是看得出來是一台forDesigner的筆電 但是又不會說太過滑翹 對我覺得這應該也是多數設計師會比較在意的事情 雖然說它非常非常的像得很豐沛 但是至少它給了一個在Balance上還不錯的這個電池 就是不會說哇算圖算一個小時就謝謝 至少它可以撐一段時間 我覺得有兩種人會特別特別的適合 第一個是你一定會需要帶著它到處創作的人 像是學生的主群 從大一用到大四 基本上在五年內 這樣子的效能應該可以撐到你出社會都沒問題的 另外一個是就是尤其特別是3D的創作者 你好像想像只能在家裡運行這件事情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你不一定能夠在公司一直上班 用公司的電腦或做電影需要移動 或是你像是做這個演唱會的這個動畫 你需要一直去拍到現場 你不可以一直帶PC 像我覺得有這種很大的這個間隙性需要的 或是你真的想要像跟平面設計師一樣 在咖啡廳也能工作的 也能用做做做3D的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算是還蠻突破一般 筆電在項鍊上刻板印象的瓶頸 保持作品的數量跟品質 這個是我覺得它是最基本的需求 時時刻刻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 並且持之以恆的去維持它 雖然聽起來很巴勒 但就是它是最基本的 保持有質保持也有它的數量 然後保持你的多紋保持你的多變性 在創作上保持靈活 你不要去限制於自己的創作 一定要在哪一塊 任何你可以嘗試的都很適合